所以我就没有下水 这是北江的白沙 那天有一个观众说 这个花是什么花 其实因为它太细了 水果 好 接下来这个人物 因为人物像那边的人物 因为我在研究它的结构 所以花的时间比较长 可能一个动作做好几个礼拜 那这个是因为我们在练习 那种如何把你的研究的结果 拿来迅速的完成 那这个一般就是三个小时画一张 三个小时 那这一张是结果画 因为之前我都画鲜花好累 然后有时候画鲜花 有时候很多花一下就凋血了 尤其那个怎么郁金香 买回来去吃个花 回来就哇怎么 整个都变形了 后来就结构花 因为它今天画明天画后天画 其实都没有很大 而且它的花的颜色也很带样 而且它姿态又很随性 用那个优雅所以画得蛮多结构花 还有香水白的我会有些花 因为它花期就长 对啊 你可以偷懒 隔天再画后天再画 不然的话如果凋谢太快你会很紧张 这个就是那个十点的鱼身 那这也是三个小时完成的 这个刚刚讲就是我们在研究 静幕的话在研究那种造型比较 那个是研究那种复杂的造型重症 那一般的我们就是 研究质感啊量感那些东西都会在新闻上列体 光纤的感觉啊 空间的感觉啦 物质的感觉啦 重量的感觉 还有什么立体的感觉 就会在这种表现 那有这个 因为很多人在画图 学画画你一定要有一个方向 不能一直画 一直画没有用啊 因为我们是这些是从很古到今 那些大师们都在研究的东西 像那个达文系为了研究结构 尸体就拿来开刀 研究他的结构 有时候要有一次他要研究那个胚胎 他杀了好乱 解剖了好多 因为坏掉嘛 杀一个 坏掉就杀一个 花了很多时间很科学 一定要介绍这一张 这女生是谁啊 这个是我 情人 我太太 贱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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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年前画的 十四年前画的 十四年前 那要怎么 还是长不一样 都一样 对啊 以前就这么老了 都一样 因为那一天 模特请假 所以他来带班 有没有附中点备 被子 气乎乎的 画了一个小时 他就说好了没 好了没 很辛苦 所以那个眼神都有哀怨 一点不甘怨 鼻孔 有把你的哀怨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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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超过二十号就很辛苦 不是不行 但是就很辛苦 很辛苦 很辛苦 然后接下来 这个是关注姐生 天堂画的 我大概花了三个小时 不知道三个小时 因为太阳变化太快了 而且蚂蚁很多 所以就 快出来了 这一张 因为我们的时间 我现在控制在十五分钟之内 那那个也是一样 除了表现 因为花多一个东西 就是它的生长方向 那我们会稍微考虑一下 我要介绍这一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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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